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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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张丽 我以前是武昌到北京 那个快378的列车长 在03年8月份的时候啊 就有刘志军的八位亲戚坐车 然后其中有两名行李员呢 就收了这八名旅客的钱 没给车票 然后这八名旅客呢就告到刘志军那去了 刘志军就下令延办此事 我们铁路局呢 就以此 把我车长给撤了 当时我也没什么意见 然后给我留党查看一年的处理 因为嘛 出了这个事情作为我来说 一个红旗列车 我也心里不是很舒服 我也没有提出异议 但是呢到了03年的11月底 然后单位又对我做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 那我就肯定不服了 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组织参与这个事情 是两名列车员诬告我的 就是因为刘志军的一句话 因为是他的亲戚 然后底下的人就为了严办此事 就把我拿了给双规了 从03年到现在 我是什么收入都没有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没有医疗保障 也没有人过问此事 到现在呢 走到哪儿 街道的呀 社区的呀 都对我盯着 家里面也被人盯着 说是解决问题 到现在七年都没解决问题 所以我到北京来呢 就是想向领导反映情况 那怎么解决我的问题 给我一个说法 都没了 那么我们是什么 我们都没有死亡 我们还要看